我看就是現在外界值得900多萬很難是瑕疵 你們下午2點開記者會就好了 今天我要告柯文哲、陳佩琪、端木正 然後李文忠、李文娟這些人 第一個就是1300萬的權利金 民眾黨第一個說法是什麼 是說這個就是柯文哲還要給木可錢 然後這個當然不合理被你們踢爆以後 他就說不是這個1300萬是我柯文哲給木可的 不管是倉儲、營運、送貨這些錢 然後這個錢的流向不明 這就涉及背信 因為你的結余款選舉 不管誰捐錢給你 你不願意放在基金會 不願意放在協會公益團體 而成立一個公司 那後來就木可 那後來這個陳佩琪也不放心 李文忠、李文娟他們的這對兄妹 所以自己用兒子當人頭成立一個公司 他現在還是公務員 我要提醒陳佩琪 他9月才退休 那公務員用這個假的行號 用自己兒子當人頭 弄個虛設公司 這個我們也要來告他 大家都知道我們不管總統或選議員 立委申報 其實不用實體證明 我簡單講 就是你要存五年 像我們都要存五年那些 叫做支出憑證 不管收據 不敢特別是發票 然後我認為幾可能是偽造的 第一個就是 人家說沒有 這個代導說沒有 第二個 其實你們知道我們報財產申報 是防君子不防小人有多簡單 他不用贏一本 就是這3比916萬的錢 他只要寫 寫這個尼奧公司的公司名稱 然後統一編號 然後公司住址 並不需要銀印本 這3張的銀印本的那個 發票的憑證 不需要 所以是非常好偽造的 我在這邊要問端木正 你幫他做這個帳 你是會計師 請客問者下午2點拿出 這3張尼奧公司 然後這3張916萬的正本發票 所以錢這樣洗過來 錢洗過去 所以我們要告這幾個人 我們就要拜託檢察官 現在要保存證據 我覺得要發動強制處分 要搜索等 一定要查那個正本 這個是很重要的事情 拜託拜託 檢察官一定要查金流 錢流過來流過去 四五千萬的錢 還偽造了916萬 我覺得是非常可惡的事情 前天大概我們聊了快一個鐘頭 他打電話給我 來跟我陳情 因為他是住內府的台北市民 他要找個市議員陳情 當初這個事情東窗事發以後 那916萬那個票 那個錢都不攏 他說他根本就沒有做這個生意 然後這個不曉得這個他們怎麼報到監察院 柯文哲 那他的朋友叫黃珊珊 那他就問黃珊珊 這個怎麼怎麼回事 然後黃珊珊打電話沒接 然後又傳LINE的訊息 也是一天多 黃珊珊就已讀不回一天多 那後來也回他電話 可是也到現在都沒有解決 黃珊珊也沒有積極處理 大概這樣 那今天主要是要告發什麼樣的 今天我要告柯文哲 陳佩琪 端木正 然後李文忠 李文娟這些人 第一個就是一千三百萬的權利金 民眾黨第一個說法是什麼 是說這個就是柯文哲還要給木可錢 然後這個當然不合理 被你們踢爆以後 他就說不是 這個一千三是我柯文哲給木可的 不管是倉儲 營運 送貨這些錢 然後這個錢的流向不明 這就涉及背信 因為你的結餘款選舉 不管誰捐錢給你 你不願意放在基金會 不願意放在協會公益團體 而成立一個公司 那後來就木可 那後來這個陳佩琪也不放心 李文忠 李文娟他們的這對兄妹 所以自己用兒子當人頭成立一個公司 他現在還是公務員 我要提醒陳佩琪 他9月才退休 那公務員用這個假的行號 用自己兒子當人頭 弄個虛設公司 這個我們也要來告他 然後這個最 大家都知道我們不管總統或選議員 立委申報 其實不用實體證明 我簡單講 就是你要存五年 像我們都要存五年 那些叫支出憑證 不管收據 不管特別是發票 然後我認為幾可能是偽造的 第一個就是人家說沒有 這個代導說沒有 第二個 其實你們知道我們報財產申報 是防君子不防小人有多簡單 他不用影印本 就是這3比916萬的錢 他只要寫寫這個尼奧的公司的公司名稱 然後統一編號 然後公司柱子 並不需要影印本 這3張的影印本的那個發票的憑證 不需要 所以是非常好偽造的 我在這邊要問端木正 你幫他做這個賬 你是會計師 請客問著下午2點拿出 這3張尼奧公司 然後這3張916萬的正本發票 他現在一定要保存五年 這是監察院財產申報主要求我們 參選人這樣的做法 所以請他拿出來下午2點 所以錢這樣洗過來 錢洗過去 所以我們要告這幾個人 最重要是金流 我們沒有公權力 這個台北市民代導找我陳情 我們就要拜託檢察官 現在要保存證據 我覺得要發動強制處分 要搜索等 一定要查那個正本 這個是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 所以呢 我們今天一定拜託拜託 檢察官一定要查金流 有的錢流過來流過去 四五千萬的錢 還偽造了916萬 我覺得是非常可惡的事情 你怎麼看當時柯文財產 在競選的時候 還跟這個小草 現在來募款 那現在又爆出這種金流 跟假賬的問題 會覺得有廣告支持 這最大的事情 不管金華城 不管這個 這個涉及的這個洗錢案 這個背信案 幾千萬 動載幾千萬幾百億給 我覺得 他對小草很殘忍 他到 他到投票前幾天 還跟小草募款說很窮 你錢這樣洗來洗去 我認為他是全台北市 有史以來 可能第一個要做老的 台北市長 而且 出這樣 這樣的人做八年台北市長 我們台北 身為台北市民跟市民 覺得很羞恥 林哥那想要問說 因為這個 吳一軒 他對於你的這個指控 他就是之前都說 你是有藍皮綠 那你怎麼看他這種批判性的事情 吳一軒頭腦不清楚 我不理他 他不值得回應 不重要他 今天一共是告這些人哪些罪 好 這五個人 我剛剛講柯文哲 然後李文娟 李文忠 然後端木正跟陳佩琦 第一個告背信 第二個告違反政治現金法 二十條 二十二條二十三條 然後涉錢洗錢防治法 那錢洗來洗去 然後 而且他用假 他根本就是用假的資料 讓監察院的公務員 財產申報處的公務員 登載不死罪 使公務員登載不死罪 我們告這四五項罪 我們告這四五項罪 謝謝